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实施现代奴隶制度 维吾尔和其他突厥民族成员被迫做零驾劳动力 据哈萨克斯坦新闻网报道 在东突厥斯坦属于一个汉族的手套厂 居民以50美元的月薪工作 前级中营居留者顾丽兹热 接受了BBC新闻有关奴隶工人的详细采访 并表示有成千上万的奴隶工人在不同行业工作 东突厥斯坦阿克苏地区发生五级地震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10月27日13时29分 在阿克苏地区乌省县发生五级地震 震源深度11千米 中国当局没有提供有关地震是否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信息 随着中国经济放缓 制造业统缩加剧 中国工业企业利润继续萎缩 利润降幅在上个月扩大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 9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5.3% 2019年前三季度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1% 其中一季度下降3.3% 二季度下降1.9% 三季度下降1.8% 降幅沉住既收宅态势 与此同时 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表现差别较大 国有工业公司的利润同比下降9.6% 至1.39万亿元人民币 而私营工业公司的利润 在前9个月增长了5.4% 至1.26万亿元人民币 港府正式撤回修理后 香港周末人不平静 示威者继续走上街头 要求港府回应五大诉求 并表达对警方的不满 示威行动也衍生警民冲突 警方出动水炮车和发射催律弹 示威者向港警投针凿雾 鱼泥似汽油弹 居体的市民不断大叫 解散警队刻不容缓等口号 有人局局写上全民公投 坚持五大诉求的标语 大批防暴警员在弥顿道马路布防 下午5时 许一度局棋拦棋 要求在场人士离开 表示将会清场 阿富汗军队宣布 在法利亚布审 有53名塔利班武装分子被杀 阿富汗军队在一份声明中说 塔利班武装分子昨晚袭击了法利亚布审 布审图克特地区的安全点 称至少53名塔利班武装分子 在长达数小时的冲突中丧身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早上宣布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最高头目 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已经在美军特首部队 26日发动的袭击中伤亡 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说 昨晚美国以令世界头号恐怖组织领导人得到了正义的惩罚 伊斯兰国于2014年占领伊拉克摩苏尔后 巴格达迪在摩苏尔怒里勤真寺宣布建立一个横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哈利法国 近年来曾多次传出过巴格达迪死讯 但都并未获得证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